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跑者无疆的团长黄磊 大家好 我是怪兽跑团团团长赵文龙 今年不仅是西马举办的五周年 也是十四运举办的特别时刻 组委会以西马五年奔向全运为主题 在赛事中穿插了以全运为主题的互动活动 让所有选手们能提前感受这场盛会的热烈氛围 是的 本届西马将区别于往届秋季举办的传统 也是第一次春季举办 让全国各地的朋友感受不一样的千年古都 同时2021西马也获得了世界田径精英标牌赛事称号 成功地冲向了国际舞台 没错 42公里的路程贯穿西安 堪称一步换紧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大家所熟悉的永宁门 也是城墙的南门 五年来西马不变的起点 我们将从这里迈开脚步 一起去感受西安最美的风景 两位团长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一起出发 由起点出发 沿南大街向北一公里到达钟楼 这里也成为广大跑友们跑西马的必经之地 它位于西安市中心 是中国现存钟楼中 行至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一座 记录着这座城市百年的发展与变化 三公里处我们将出西门左转进入太白北路 途经西北大学 感受学子们的热情 众所周知西安高校伶俐 本届西马赛道除了经过西北大学 还有西北工业大学 西安石油大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 可以充分领略到西安浓厚的历史氛围 和深厚的人文底蕴 欢乐跑的终点位于高新咖啡街区 这也是西安最具创业氛围的商权之一 短短的七公里 不仅感受到千年古都焕发出的蓬勃商机 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时尚而现代的另一面 说了这么多 还是要讲一下赛制 为了防止比赛拥堵 也为了让大家取得更好的成绩 今年将恢复采用分区简路系统 切勿跨区起跑 一面成绩无效 全半城选手将从高新路 科技路 唐岩路 等多个西高新重点路段奔跑而过 这一段的道路平坦且视野开阔 跑者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保持匀速奔跑 以免后半城掉速 到达12公里处的木塔斯公园后 沿科技六路向东奔跑8公里 便可看到西安的标志性建筑大燕塔 这也是古都西安的另一象征 此时全半城开始进入分流 选手们要记得时刻注意路边志愿者的指示牌 以免跑错 今年路线在2019年西马经典赛道的基础上 进行了深度优化调整 后半城不仅避开了一环路段 在24公里之后进入曲江池的内部道路 也合体地规避了历届选手 难忘的三连坡 更是有利于成绩的提升 除此之外 特色补给自然少不了 你们念念不忘的乌合红枣和软香酥等陕西特色美食 已精心备好 没错 这一波一定可以吃回来了 曲江池遗址公园 作为全国十大热门跑步公园 自然也是各个跑团的打卡圣地 一座曲江池半步全唐诗 自圣唐以来呢 有300多首快智人口的诗篇在曲江池盼诞生 那么除了跑步之外 这也是不能错过的美食文化之旅 30公里处挥荆过大唐芙蓉园 这是中国最大的访唐皇家建筑群 珠墙带瓦 驱水流伤 这一刻的马拉松才是旅游的最潮打开方式 顺着雁塔北路 北行4公里 经过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抵达环城南路东段 可以再次领略雄伟壮观的明城墙 以及美丽的护城河 另外西马的补给站仍然是每2公里设置一个 所以30到35公里之间 可能会有很多选手进入撞墙期 一定要记得几时补充能量 从36到38公里 跑者会通过两个隧道一处递交 临近终点有一些起伏 多半选手会迎来肉体精神的考验 41公里处开始进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 在景区奔跑一公里后 即将到达熟悉的终点 丹凤门 此刻我们三位和所有的选手一样 用脚步去丈量一个城市的温度 以奔跑的姿态致敬城市向上的力量 欢迎各位选手的到来 这一定是一场难忘的经历 待你穿越千年 说了这么多 已经想迫不及待的踏上赛道了 西马五年 奔向全运 相约西安 祝梦全运 4月17号 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道